哈囉大家好 我是美莉莉安 我是姊姊Mindy 今天的影片是一個空空想 那這支影片呢 我們想要開啟一個新的活動 那就是我們以前都會直接說 我們會不會回購 那今天我們設計了三個手勢 首先這樣子讚的就是 會回購 一定會回購 這樣子就是不會回購就是NO 那還有一個是平的 我覺得它好用但是不會想要回購 這種心態你們應該懂吧 就覺得它也沒有不好 但是我也不會想要買它 但也不到不好用的程度 好那第一個東西呢 就是之前在愛用品分享過的 也是近期呢 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產品 到底是什麼 就是因為它呢 我妹現在就永遠分不清楚 我有沒有上底妝 你今天有上嗎 我今天有 可是我很常沒有上底妝 所以你都以為我有上底妝 我現在可以這麼囂張 不上底妝出門的保養品 我覺得我當然用很多保養品 它都是工程之一 但我覺得最後一根工程 就是它 就是金城之雙他們家的美白跟抗老鞍瓶 然後就是他們家的鞍瓶就是這樣小小的 就是我們就是把它收集在這個盒子裡面 其實還有更多 可是很多都丟掉 對反正這已經很多 好我就不弄出來了 就是我怕把它弄到地上 然後它是有的是白色蓋子的 跟金色蓋子的 一個白色的是美白的鞍瓶 然後金色蓋子是抗老鞍瓶 然後我們之前的 好像也是愛用品影片嘛 就是反正有跟大家分享過德國鞍瓶 就是大家去德國都會一定會囤貨的 可是那個德國鞍瓶 它就是玻璃瓶身 整個是玻璃瓶身的 你要用的時候就是你要把它瓶蓋掰開來 你就會很擔心那個玻璃隨便會飛走 然後上次的時候愛用品 跟大家分享說這個就是只要轉開來 就好非常的方便 講一下這個厲害在哪裡 因為它就是在你膚況不好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之前就會覺得自己比較蠟黃 比較暗沉 或是我覺得我皮膚乾的時候 你就可以密集的使用它 就是你可以每天使用 連續很多天 看你自己的膚況 而且是早晚使用 就直接用精華液的步驟 它就可以密集修護你的肌膚 可以達到說提亮膚色啦 或者是讓你肌膚比較穩定啦 或是讓你肌膚比較保濕啦 或者是在你肌膚狀態已經是蠻好的 比如像我現在 那我可能就不會那麼密集使用 但是我還是會比如一個禮拜用兩次 就是你可以根據你膚況 它就是有可以達到它的功能 不會說你膚況已經好了 它就讓你膚況 就是沒有感受到變化 還是會感受到變化 它厲害的就是 不管是膚況不好 還是膚況好 你都能感受到變化 而且它非常好吸收 而且很清爽 因為你想到安平 大家會覺得安平的印象就感覺黏黏的有沒有 因為以前我自己比較常用安平 我就覺得那個每次用完 都有一點黏黏不舒服的感覺 可是這一款就是 因為它是有點像水狀精華 加上油的成分 上臉之後吸收速度超快 它應該算是目前我油肌最愛的安平 好那我自己會這麼喜歡這款安平 是因為我真的覺得我之前密集使用之後 就很明顯感受到 我肌膚摸起來是比較細緻的 而且毛孔也有比較緊緻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油肌的話 你真的可以試試看 因為它質地很清爽好吸收 這個產品你是會不會回購呢 3 2 1 就現在家裡就囤貨啊 現在家裡就囤貨 那下一個用完的空瓶就是 8B Brow的卸妝油 那我們會不會回購呢 3 2 1 這款卸妝油呢 應該算是我不管是開架或是專櫃 我現在心目中最愛的卸妝油 因為我覺得這款卸妝油真的卸得非常乾淨 然後乳化速度很快 而且我覺得它是我目前用到卸妝油中 我覺得它的質地是最輕盈的 因為我知道很多油肌不喜歡用卸妝油 第一個是怕長粉刺 然後第二個是不喜歡那種油的黏膩感 可是這一款真的很輕盈 我覺得如果你是油肌的話 一定要試試看 然後這一款我們家現在也是 已經有第二瓶在等著要使用它了 就是我不會說它是我最喜歡的卸妝油 或是專櫃最愛它不是 但是如果是要我推薦給朋友的話 我就會推薦這一款 因為可能我最喜歡的可能比較貴 嗯 可是我覺得那個人不需要喔 就是大方 但是呢這一款是我覺得專櫃當中CP值最高的 嗯 就是專櫃的品質當中 就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品質 然後價錢又很合理 然後卸得又乾淨 因為我自己的眼妝呢 我的睫毛膏一定是用防水型的 可是我很偷懶的時候 我也會用這一款直接卸我的睫毛膏 就是在我臉上防水型的睫毛膏 我也是卸得掉 第二個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卸妝產品 是Origins 他們家的直迷不回唇米精粹結鹽油 然後是還有深一點點 但是因為這一款一直放在台灣 就是每次回來偶爾用一下 所以就是它現在已經剛好快 就是已經差不多要過期了 所以我們想說深一點點 就不要把它用完了 但其實這一款呢 我們兩個會不會回購呢 好那其實這一款呢 我個人其實蠻喜歡的 因為它上臉之後是一個溫熱的感覺 所以我在冬天用的時候 它就有一種按摩SPA的感覺 就是非常有專櫃卸妝油的感覺 而且它又可以卸得非常的乾淨 我覺得會非常適合感激 卸妝力好 然後也不會熏顏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為什麼我剛剛比這樣呢 就是譬如說像這兩款的話 我就會先回購這一款 所以這一款就是不是我立刻會想回購 可是你問我大概好不好用 我還是會覺得好用 那因為我覺得Origin這一款 就像Mindy剛剛說的 它上臉之後再按摩 真的是會有溫熱感 油的質地的感覺會比較明顯 所以我覺得通常油漬都比較不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我比較少會用它 然後我真的要用它的時候 我通常都是挑選在冬天的時候 就我 那下一個是北偉23.5 他們家的卸妝爐 然後這就是立刻用完了 因為這一款就是我正常化妝情況下 或是我只擦防曬的時候 我都用這一款 我覺得卸得非常的乾淨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妝真的沒有到 因為像現在 大家不會上很多厚厚底妝嗎 因為現在戴口罩的關係 我覺得這一款就非常非常適合 我覺得不會卸妝力太強 上臉效果也很好 而且它是卸妝乳 它不是像那種想像中的凝膽 會勾勾的 上上去之後 你用水沖這樣就可以沖得非常乾淨 然後妝也都被帶走了 那這款產品我們會不會回購呢 1 2 3 就其實這一款 我們現在已經開了新的第二瓶在使用了 當我是只擦防曬 或是只用粉餅上妝的時候 就比較輕薄底妝 我才會使用這一款產品 就下一個空瓶 是我們之前去美國玩 隨機在藥妝店買的 BOTANIX的洗面乳 然後這個是 ALL BRIGHT系列 那這產品我們會回購嗎 好 因為其實呢 它的質地並不是洗面乳 它是有點像是凝露型 那這一款呢 我都只有早上會使用 因為我覺得它用起來 真的非常非常的溫和 所以有時候我在晚上用 我就會覺得它的潔淨度有點不給力 可是在早上就蠻適合的 可是因為它是凝露質地 但是我覺得它超難洗 就我覺得每次早上用它 都要花很多的水 跟很多的時間 才能把它洗乾淨 這我不懂為什麼你要堅持把它用完 因為很浪費水 是有點浪費水 可是我就覺得 就我就覺得它又沒有難用到 我真的馬上才把它丟了 所以我最後還是把它用完啦 它就是一個不好用的東西 那下一個是ORA2他們家的牙膏 是蘋果玫瑰薄荷口味的 好複雜的口味 那這個牙膏我們會不會回購呢 3 2 1 我跟你講 你知道嗎 我爸已經把它一打放在家裡 OK 因為這個產品呢 就是之前我們有合作 所以我們就是有多的 廠商有多提供 就放在家裡 然後爸爸原本是那個 酥酸錠的忠實顧客 就是他一定只用酥酸錠 他說他可能牙齒很敏感之類的 然後有一天我們拿出來用之後呢 然後他用了一下 他就說 我們家怎麼會有這個牙膏 這個是日本的牙膏 因為後面都是日文 他說是日本的牙膏 是哪裡買的 我說在我們吃的合作會 你不知道嗎 因為我們爸是我們頻道的忠實粉絲 就每一個產品他都認識 然後他就說 沒有沒有發現 我沒有看到那支影片 然後他用了之後 他用了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他就說 我今天已經上網訂購了一箱 牙膏買一箱是什麼概念 就是爸爸平常不是一個會囤貨人 他就就囤貨了 那牙膏就是有香味 可是你在刷的時候 不會覺得很甜 或什麼不自然的感覺 然後也刷得很乾淨 那我下一個空瓶就是身體的去角質 然後這兩瓶都是The Body Shop的 然後這一瓶它是橄欖口味 這個系列就是他們家比較基礎系列的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它是葡萄口味 然後是算這個比較頂級 對 葡萄籽比較頂級spot的系列 那這一款橄欖的呢 我就是不會再回購 因為其實我不太喜歡他洗完的感覺 他洗完之後你就會覺得 你的身體還是有一層油的感覺 我覺得或許如果你真的肌膚是很乾 那我覺得你或許會喜歡 有一層油在外面的感覺 就感覺好像有點上乳液 可是對於我而言 我就會覺得 這怎麼樣洗都洗不乾淨 然後後來我發現 其實我沒有很愛橄欖的味道 所以我就不會再回購 而且好像因為我比較喜歡 這款spa系列 是因為它裡面的顆粒呢 是在你搓的過程之中 它就會慢慢的溶掉 所以你就知道 我剛剛也剛剛說 他覺得裡面是沙糖 我猜的 他說裡面是沙糖吃的沙糖 就很多人不是會直接拿那種 就是比較顆粒粗的沙糖來身體去調整嗎 我不知道我隨便講了啦 可是它是有organic sugar在裡面 所以應該就是吧 你看我剛剛猜的是對的吧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 就是我用這一款 我就會知道我大概要按摩多久 就是按到反正那個顆粒感都沒有 我就可以把身體就是沖洗掉了 而且我覺得它沖洗掉之後 我超級喜歡它葡萄籽的香味 那它這兩個產品 立言會回購嗎 左手右手 一二三 好那下一個呢 是後他們家的沐浴乳 它長得非常的貴氣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放在 我們全家一起使用的浴室當中 那有一天爸爸就說 浴室裡面有一個長得非常漂亮的沐浴乳 那我們就說 長得非常漂亮的沐浴乳 然後說應該是在講它吧 它長得外形就跟一般沐浴乳不太一樣 很fancy 然後爸爸就說 它用起來就覺得我皮膚變得好滑嫩喔 然後爸爸就說可不可以再買一個 爸爸想回購 然後我們就上網查了一下 因為這就是親戚送的禮物 然後我們上網查一下價格 然後跟爸爸說 這個沐浴乳它貌數是200貌 然後的價錢是多少多少 然後爸爸就說 那先不要好了 因為真的太貴了 可是你問我說好不好用 好用 所以這個產品 我們兩個會不會回購呢 下一個是一款乳液 是Emma1997他們家的保濕乳液 然後他們家其實有保濕乳液 跟美白乳液 但因為它美白一款就主打 你用完就立即會有一個白的效果 就是那一款乳液擦上去 你立刻你擦哪一那塊就會變白 但我覺得就是有一點難塗勻 尤其是你皮膚真的很乾的時候就很難塗勻 用了到現在已經用蠻久了 用了好多罐美白跟保濕 但我現在比較喜歡保濕款的 這一款保濕就是非常好用 它就是保濕效果很好 很好塗吸又速度很快 又不會有那個太白的問題 對 所以我這一款我是非常喜歡 但是我覺得美白那一款 就假設比如說我們白天要拍照啊 可能會露出比較多肉在外面的話 我就會想說前天晚上可以擦一下 這樣隔天就會有整個腳啊 四周有個提亮的效果 那這款我們會回購嗎 1 2 3 那我要分享 因為這一款我自己覺得 反正我就覺得它對於我而言 它還是有一點偏滋潤 所以其實我平常就已經非常討厭擦乳液了 那這一款我基本上在夏天 我就不會選擇它 那冬天呢 我這一款我通常都只有冬天的時候用 那下一瓶呢就是雪花秀的潤造精華 那這一瓶呢我真的用了非常非常久 這次回到台灣終於把它用完了 那我們會回購嗎 3 2 1 好那我先分享我的心得 因為其實之前前幾年有一段時間 我肌膚非常不穩定的時候 我就是用它 那我就覺得我用了它之後 就幫助我肌膚穩定的效果非常有感 可是我覺得後來用到現在 然後我現在回來台灣 我最近用就比較沒有這麼明顯的感覺 就可能因為我最近肌膚也沒有太大的狀況 所以我目前呢我暫時就不會回購它 我個人就是覺得因為雪花秀這牌子還蠻貴的 就沒有不好用 但我沒有感受到就是任何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就不會想說花這個錢 然後買一個感受不到事情發生的一款 精華 好那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小紅瓶 那資生堂的小紅瓶我們會不會回購呢 3 2 1 就是現在呢我們已經在用第二瓶了 就是第二瓶也只剩下一半了 就是因為小紅瓶真的就是算是 各大精華液當中排行榜很前面 就是所有人都認識 就是可能是前面的五巨頭 但是我們以前一直沒有很認真試過這一款 然後這一款是回台灣之後就很認真的用了 然後就是真的讓我們膚況變得非常的穩定 而且就是你就是偷偷去換到別的可能試別的產品 之後就覺得最近膚況就是沒有到變得很差 可是就覺得說好像就是沒有那麼爛的那麼一點 沒有那麼平滑的一點點就是很微微 可是你只要一換回小紅瓶就覺得我的膚況又回來了 好那我的朋友們呢 就是現在都已經超過25歲了 所以大家在選擇精華液的時候 就更願意花錢買一些比較貴的精華液 然後他們就會問我說 那我要推薦他們買哪一個 然後我最近真的就會大推小紅瓶 因為我覺得小紅瓶真的是我這次回到台灣 開始用到它之後 我真的覺得它讓我的肌膚升級了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我覺得它的質地就是有一點介於在小中瓶跟小黑瓶之間 因為有一些油漆可能會覺得小中瓶太過於滋潤 但可能又覺得小黑瓶太清爽 但我覺得小紅瓶就是剛好介於中間 這一款也不是到就是我們沒有要神話它 我還是要說一個點 就是像是我就覺得它用在妝期的時候OK的 就它跟底妝不會打架什麼沒有問題 但我沒有覺得說相較於其他產品 比如說我很喜歡重生蜜蜜蜜 我覺得重生蜜蜜蜜是可以讓你妝折起來更好 我覺得它是可以跟妝很完美的融合 可是它沒有辦法讓妝折起來好到一個不行 就它已經打怕非常多精華液了 但是就是我心目中韓秀比它更喜歡精華液 下一個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雅漾他們家噴霧 其實就是不只這個空瓶 但是因為他們家的空瓶就是消耗了非常的快 就沒有全部都留下來 那我這個會用量比較大的原因呢 是因為他們家的公關雅漾的公關 它本人膚礦非常非常的好 它一直以來都是素顏 完全看不出來是素顏 膚礦非常好又白又嫩 也沒有黑眼圈也沒有毛孔 然後就真的很好奇說它到底是怎麼保養出來的 它就是會用雅漾的噴霧每天晚上濕敷 每天晚上濕敷 雖然說這件事聽起來好像覺得很容易 可是你要堅持每天濕敷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很小的時候我們家從我很小的時候 我家裡就一直有雅漾噴霧 因為媽媽也是雅漾噴霧的愛好者 但我就是長大自己開始保養之後 你就開始接觸到各類的化妝水 各種化妝水有各種功能 我就有曾經經過一個moment覺得說 雅漾的化妝水會不會只是水而已 就是對肌膚來說只是增加保濕度 它其實沒有其他額外功能 可是就認識他們在公關之後 然後我自己實際使用 我也有很認真的去濕敷一兩個禮拜 真的覺得一兩個禮拜皮膚變得非常的好耶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堅持 就是非常非常的累 可是如果你的膚況可能最近很不好 而且有很多產品是我們介紹你 我也會不知道帶來膚質怎麼能使用 你要真就是聽我們的意見 然後去選說合適的 可是因為雅漾噴霧它就是一個超溫和的東西 沒有人不能用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試的話 你就可以立刻去 時間往上就開始濕敷好嗎 下一個產品是加丹尼爾的新葉球 然後這是我妹最喜歡的產品 現在還濕 但我現在人生當中沒有辦法沒有它了 就我現在每一天 尤其現在進入戴口罩的時期 我現在每一天 我的中間這一段 就是從這邊 然後到鼻子 然後到這邊 到下巴這一段 都是用新葉球晚上的時候 一定用它們加 因為這一段真的好容易戴口罩 好容易長東西長兜兜兜有的沒的 我就覺得用了新葉球之後 就是還是會 因為畢竟戴口罩都悶住嘛 可是機率下降非常的多 然後就算有長痘痘什麼的 我就也一定會擦完痘痘腰之後 就是立刻服務它 就跟痘痘大師跟我講的一樣 然後我記得他們家母親節活動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瘋狂推薦嘛 就好多人來跟我們反饋說 他們買不到 就是那時候缺貨 所以就是這個東西 居然買到缺貨 我覺得很驚訝 加丹尼爾新葉球 我們會不會回購呢 3 2 1 就是永遠教你到頭部 就是你看今天 沒有我會很慌張 今天所有東西都只有 它就是用完一罐而已 這一罐就是隨時都會用到一兩罐 就每個月的消耗量真的非常的大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就推薦了我身邊的朋友 然後我推薦兩個 就一個朋友 他是乾肌 一個他就是最近不知會 就一直有粉刺痘痘的問題 可能是壓力大吧 或戴口罩 對 然後他後來他用了這一款之後 他就說他最近都沒有再長新的痘痘了 然後我另外一位朋友呢 他也是乾肌 可是他的皮膚就是沒有 就是可能摸起來有一點點粉刺 他就說他用了其他專� 因為商櫃主打說會去粉刺的東西 他覺得都沒有效 他覺得他用加丹尼爾的辛葉球之後 就是那些粉刺就都走了 就跟我一樣的想法 就是乾肌就有這種感覺 而且你看喔 他剛剛講都是乾肌 因為辛葉球通常都是油肌在大礙的 因為他主打就是有酸類 可以淡泄掉你皮膚上的東西 是很溫和的 可是這個溫和也是我們乾肌也可以用的 自從我開始愛上這一款 辛葉球的那個 就是在我們家的消耗數 就真的是以光束般前進 一直去進入到也是 加丹尼爾他們家的面膜 就是我們也是他們家面膜的愛好者 已經用完兩盒 一盒是杏仁酸亮白面膜 另外一個是黑蘑菇 那杏仁酸我們會不會回購呢 3 2 1 對因為這一款 就是因為我之前就不小心 就是很不小心 我就不小心一次把裡面的 好像五片都用光 我跟你們說他真的很誇張 因為杏仁酸也是加丹尼爾 面膜當中我最喜歡的 所以你知道每次在 就是家裡有這個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說就是要先用 因為我只要不先用的話 立場就會把用光束用掉 因為通常我不是那種 每天顧面膜的人 尤其是杏仁酸是有帶酸類 我不會每天敷 因為我是乾肌嘛 可是立場他會每天敷欸 他真的是 我跟你講他都不承認 他大概在兩個禮拜 還是一個禮拜內 就一個人用掉五片 就大概兩三天就敷一次 我就想說你有必要嗎 而且我就問他說 你現在敷礦是有什麼問題嗎 不是是 因為那時候我就中途 我想試另外一個保養品 那我試了那個保養品之後 我就發覺奇怪 就我臉上怎麼摸起來 都有一些小粉刺 所以我就馬上把杏仁酸面膜清出來 所以不小心又把五片用光了 沒有我跟你說 就是杏仁酸面膜 就是佳妮我們最愛的 對 因為它其實是有利 它主要是亮白嘛 可是我覺得亮白功能 我倒是個人沒有很在意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是對於 就如果你臉上有一些顆粒感 對 或是你很多小粉刺 你敷它 有用 就會有用 OK 好那下一款的蘑菇平衡黑面膜 你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回購 3 2 1 因為這一款呢 應該就算是 我佳妮妮第二愛的面膜 那因為其實這一款 我通常我會敷的時候 都是我臉上現在有長那種 超級巨大的紅色大痘痘 那我就會用這一款黑面膜 因為我覺得這一款黑面膜 就是非常好 可以舒緩我臉上的痘痘 那我覺得我們蠻許 我們現在都會敷 因為我們現在都找了很多口罩的痘 對 到底為什麼 就是你知道 因為這也是 女兒如果沒看那支影片 你們去看一下多多多大師 非常怎麼治多多的影片 他就跟大家分享說 就是你如果長多多的話 有些人不敢敷面膜嗎 可是可以敷這個黑蘑菇 那我就聽了之後 我也會用 所以這一款又變成第二個 在我們家要用搶的面膜了 因為最近 戴口罩真的很容易長多多基礎 我已經很小心 然後擦一個有的沒的 然後就是 我每常常一打開 然後會想說 那是個空瓶 那很氣耶 以後這個貨移到家 我們就立刻分三片三片 然後到你房間裡 我覺得大家會傻意 他有必要這樣嗎 我一次要買兩盒 然後一人一盒 不然我也要不吵架 就那時候我發現 他把新人酸弄完的時候 我就說 我就拿了一片 我就說 現在裡面只有一片耶 他真的很像壞婆婆 我說我都沒有用到 超像壞婆婆的 下一個就是 我這次回到台灣 非常非常愛用的 Covermark的隔離霜 然後已經完全沒有用到 就是一滴補身 對 可是我覺得很神奇的一點是 它比較主打 就是根據你的膚色 暖色調 或冷色調 校正膚色 修飾你臉上的瑕疵 可是 我後來發現 我一直覺得 我自己是偏暖色調 可是我後來就是 用黃色那一條 跟藍色那一條 我就覺得 藍色這一條的 提亮效果比較好 所以後來就把藍色這條 整個用光 然後我就非常建議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有機 然後你有時候想要用這種 有點像是酒隔離 然後微微潤色的效果 我就覺得 你可以試這一款 因為它提亮效果很好 然後我覺得它可以修飾你的毛孔 而且上到臉上 也不會讓你的臉很油 然後我覺得它有點控油的效果 我其實也蠻喜歡這一款 我覺得這一款其實是不挑膚質啊 我覺得乾肌油肌都會喜歡 然後大家會一直很糾結說 他們家因為有分膚色 但其實我覺得黃色跟藍色 我覺得區別真的不大 你不用很糾結說 你膚色的因素 我一定要買什麼顏色 所以就去貴上市 然後試在臉上 覺得哪一款跟你膚色比較合 你就買就好了 真的不要太糾結那個顏色 那這一款我們會不會回購 3 2 1 就這款我很喜歡 可是我們家防曬真的太多了 對啦 可是我就覺得它真的很好用 可是那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之前我們在分享它的時候 很多人就一直問我們說 這一條Cover Mod的隔離霜 跟Pony Effect 還有亞樣跟加丹妮爾的那幾款 防曬到底有什麼區別 看你是需要什麼樣功能 比如說最清爽就選加丹妮爾 然後Pony就是很適合妝前 然後這一款就是有潤色 那妝前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它們都有些許的不同 可是真的很難說 我這幾個我硬挑一個給你 因為我也不知道你膚質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自己覺得 這一款跟剛剛提到的那幾款 我覺得最大的區別就是 其他那幾款的質地 都比較像是防曬乳 所以你上到臉上 就會覺得有點像是那種偏水狀的乳液 所以很舒服 或者可以直接替代乳液的步驟 可是這一款它的質地 就是比較稠一點 所以它真的就是隔離霜 就沒有辦法取代乳液的步驟 那下一款是Glam Glow 它們加上這款保濕面膜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每一個禮拜一定會有一兩天 其實看我懶的情況 如果越懶的話 這個情況就會越常發生 那我覺得它的保養覆蓄會非常簡單 可能就化妝水之後 我們就會學一款 有很比較多功能的保濕產品 譬如說我最喜歡就是 雅漾的長效保濕面膜 然後我就去厚敷它 然後它吸收之後就去睡覺 那我這一款是算是我也會使用的 就有時候會用長效保濕 有幾款我會輪著用 但是雅漾是我最喜歡 這一款我也很喜歡 它上上去臉會看起來像咖啡色的 對洗手指你去跟起來你去洗臉之後 臉就覺得非常的保濕 這個也是用完了 那Glamgo這款保濕的面膜 我們會回購呢 3 2 1 就是好用 但是因為我就是家裡同性質 我有在輪掉我的東西 還有在繼續使用中 就是還沒有用完 可能是用完之後我才會回購 那我要分享 就是因為這一款 其實我回到台灣之後 我真的基本上就真的很少很少用 這一款是我們那時候去美國玩的時候 我自己很喜歡 可是回到台灣我就覺得 好像對於我的肌膚來說 有點太滋潤了 對 嗯 就是我的大家看這影片 我就很confused 我就說 大千利燕還是Mindy的 就是膚質不一樣 我是油性還是乾淨OK 那下一個是 伊利斯爾他們家的美肌乳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款防曬 這款防曬呢 就是沒有顏色 就差一點跟乳液一樣 它可以實際上取代乳液的步驟 又有防曬效果 就我覺得這款 就是你不管是要單擦 或是妝前都是完美 而且像是我有一陣子 就曬得非常的黑 然後那一陣子 就有一點失心風 我想要就是擦防曬擦很多的時候 我覺得把它先當乳液的步驟 然後再擦加蘭尼爾防曬 那很狂耶 可憲那一陣子就立刻就很快就變白了呢 就是銀色跟金色這兩款 我們都非常非常喜歡 我覺得使用起來就是區別性也不大 所以我覺得看哪一款 有在做優惠你就買就可以了 反正美肌乳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隔離 那美肌乳我們會不會回購呢 3 2 1 就是這個就算是家裡 就算防曬很多還是會回購 因為我覺得它不只是防曬 又可以增兼很多功能 我要分享 就是因為呢 我就是剛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以前在家裡都完全不擦防曬 因為我覺得就在家裡啊 又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說不知 我就曬黑了 所以就自從被大家說我曬黑之後 我在家裡現在也會擦防曬 然後我就會直接擦美肌乳 因為美肌乳很方便的就是 你就直接是乳液的步驟 跟防曬同時一次就結束 而且它很厲害 就是它的防曬係數的SPF50 PA4個夾 竟然可以做得像乳液一樣的質地 完全不黏膩 完全不像防曬 那接下來呢 就是最近跟大家真的是推到不能再推 就艾瑪斯他們家的產品 然後這一罐是他們家的頭皮靜化液 毛素是820mol 它是補充罐 就是原本你買的靜化液可能大概就有這麼大吧 那你不要把瓶子丟掉 用完之後你就可以用補充罐買 補充罐比較划算 那我們這個820mol是已經完全用完了 然後淨化液呢 如果你真的還不認識它 我好想說 你們都去哪了 我就一直狂講它 就讓我們頭皮就是非常非常有活力 然後頭不會那麼塌 頭髮不會黏在頭髮上面 用完之後你就會知道 就是這一款算是我們跟大家分享之後 就是回饋非常非常多 大家立刻說 喔原本就是頭皮不舒服 頭髮都很黏 或者我覺得頭髮就是它沒救了 用它是會覺得 立刻重獲新生 那我就拜託你一定要在即將到來夏天 一定要試試看這瓶淨化液 對 所以就是折扣嘛 用起來 因為要囤貨 因為這個用量其實很大 其實我覺得我用的還好 因為像我的頭髮不是 頭皮不是屬於非常非常油的 就是也不是很乾 可是也不是非常非常油 我覺得一個禮拜用一次差不多 就我不知道可能接下來真的是7月夏天的時候 我不知道會不會用到兩次 但我目前一個禮拜一次是ok的 可是因為我跟我妹是同時使用嘛 那我那個小瓶的 那我每次要用的時候 我都覺得說 因為它一次用一個 我每次都覺得 離我上一次用的時候 它又少了三個 我想說 我一個禮拜用一次 它可以少三個 它到底用的有多頻繁 因為我都至少 一個禮拜會用兩次 這個也不能用到太多 清潔面膜 你也不會每天用 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我覺得最多就一杯禮拜兩次 好 那接下來他們家也是有洗髮精的 因為他們家就是很有完整的洗髮產品 然後他們家用完的是 強健風吟的洗髮精 跟高效控油洗髮精 然後強健風吟 就是他們家洗髮精當中 我們兩個最推薦的 因為就是完全不挑人用 因為像是控油 可能就是多 多需要控油的人 可是強健風吟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而且強健風吟其實 它也有控油的效果 就是比較微微 就沒有到那麼誇張 可是我覺得兩款你用起來 你有覺得控油效果差 我覺得區別不大 但是我自己如果要回購的話 我會回購強健風吟款 然後我覺得他們家的洗髮精 我覺得厲害的點是 就是當然洗得乾淨 是一個非常必備的 洗得起來頭皮舒服 跟頭髮的乾淨 都是很好的 但是我覺得最厲害一點是 很適合的懶人 就是什麼呢 他們家洗髮精 雖然說這兩款 比如說都是走油微控油的 可是通常控油的東西 你髮耳都會非常非常乾 照理來說都會這樣對不對 然後廠商就會跟你說 因為你要額外再用潤髮乳 要買我們家同系的潤髮乳 BUT 艾瑪斯他們家的不用 他們家用完 髮耳不會乾 就算是這個高效控油的 髮耳也不會乾 而且我們現在就是 很認真在實行 每次洗頭都要洗兩次 髮耳都不會乾 真的我們家的瑞哈乳衣 全部都丟掉了 那我覺得如果一定要買的話 淨化液是必買的 所以淨化液我們兩個 會不會回購呢 3 2 1 那洗髮精我們會不會回購呢 3 2 1 就是反正淨化液跟洗髮精 現在我們家裡 就是都還要帶兩瓶吧 就是 對我知道我們現在不該退貨 但就是那時候就用了折扣嘛 我們自己也是用折扣嘛 然後買的就是 都已經買了就一次買到位 那接下來呢 就要進入到彩妝品 那我彩妝品的空瓶是 就是藍扣他們家的零粉感粉底液 你們相信嗎 我竟然把一罐粉底液用過 我相信 我覺得身為美妝YouTuber 這真的是一件非常厲害的事情 我相信 我有一部分 為什麼會把它用完 也是因為我這次回來台灣 其實我帶的粉底液不多 可是我真的很慶幸 我當時選擇把它帶回來 那我覺得這一款就是 油漬一定會非常愛 因為我覺得它控油效果很不錯 遮瑕力有中上以上 然後等你臉上有一些微微出油之後 那妝感真的超美 就那個光澤美到炸 而且它上臉之後 它的質地又是很輕薄的 就不會讓你覺得粉感太重 OK 那這一款我們兩個會不會回購呢 3 2 1 我想最後一個產品是 1028他們家的睫毛膏 這兩個睫毛膏真的非常紅 應該所有YouTuber都有介紹過 那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 所以把整罐都用完了 那你一定會想說 我睫毛就是又不用夾 怎麼認識別出一個好的睫毛膏呢 那我喜歡它的底下 它非常非常自然 可是你說它濃不濃密呢 就是不夠 就是如果說今天我要去個重要場合的話 我就會覺得 我要比人家厲害 我就不會擦它 它是日常睫毛膏 對 就是我平常每天都來用 可是我厲害的場合不會請出它 可是畢竟厲害的場合一年真的沒有幾天 甚至現在疫情根本就沒有這種場合了 所以這一款很快就用完了 就這款真的是我覺得開架當中 你叫我推薦給你一款的話 我一定會推薦它 對 但是它應該是不會它吧 對不對 不會 就是你吹吹睫毛也可以用 所以這款真的是開架睫毛 我本人非常非常喜歡的一款 那這款1028的睫毛膏 我們會不會回購呢 3 2 1 這款真的很棒喔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大部分的產品呢就是 大部分都會回購居多啦 這是雷品還是有 雷品有時候就是比較就不會有完它 對 我覺得有時候也是這樣說一句話 因為有時候雷品真的很雷 真的用不完 就沒有辦法就是 就是把它用完都在分享 我還是把它用完啦 那就是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好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空空賞的話 或是你覺得我們空空賞 這次用的這個方式呢 有沒有比較容易懂 因為之前大家都是要幫大家整理 說這產品幾顆星什麼的 我就覺得有點too much 然後呢 再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這支影片按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把全能打開整段影片直接通知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